Layman的YouTube频道 各位曼迷老友好 欢迎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当然要和大家说一下 5月19日 马会在沙田安排了10场 草地赛事的全场部组形势分析 各位未订阅Layman的YouTube频道 可以免费订阅Layman的YouTube频道 另外也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不要说太长了 一会儿 大家都知道Layman刚刚病完 不要说马跑到喘名 Layman订阅马到喘名 会议覆盖 不要开玩笑 我也要和大家说第四场 就是四班1200米的赛事 有很多马有试集的 未跑过的马 有3号 4号 5号 7号 这些都未跑过的 我和大家看一看 3号 这马就试了4货集 大致上试4货集 我觉得也试得不错 应该不是一只差的马 这一只马 这一只马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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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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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都有拿一條鞭鞭鞭 提著這隻馬不斷要頂住 這隻騰龍四海 我覺得這隻馬有一點速度 還有一些走勢的馬 好了 紅色衣服這隻騰龍四海 橙色衣服這隻 騰龍區那件衣服 itives的鞭鞭鞭 目的是周鎮駱ILY 和阿鄉一起華為蝸武 發生沒手 周鎮駱為蝸武 向下的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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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給他做蝸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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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他轉腳都很熟悉 也不錯 不會是一隻很生的馬 周俊羅這課考驗 提著他拿邊編出來 提著他提著他 也有些反應 大致上CD集都不錯 叫做騰龍四海 看看初出交到什麼成績 這場馬都很麻煩 看過所有試集 初出的馬大致上沒有哪一隻試得差 講這隻天天灑落 上次那隻叫做天天 忘記天天什麼落 就贏了 跟大家看他看何宅堯這一課 這隻馬也是 試了四貨集 四貨集都試得OK 這一課直接前面走快了 不斷再騎下去也還有 前面那隻辣德架勢 就跟他燒就斷了 反而這隻天天灑落 何宅堯最後再騎下去也還有 這裏就是辣德架勢 這麼多 不然我真的拍不到下去 我播放一些最重要的給大家看 這裏都走得快 所以那隻叫做勒德駕駛回來就沒有了 反而這隻天天灑落 騎下去有何宅耀師 何宅耀騎下去都還有 隔壁頂住一間泥地 那隻叫做最多寬笑都長長追 這裏勒德駕駛回來 這裏天天灑落回來就按住 以為勒德駕駛開始就沒有了 以為天天灑落都沒有了 但天天灑落這裏何宅耀師 再印下去還有 最多寬笑就殺上來 他都跟最多寬笑的一路加速 回來都還有在手 天天灑落 另外再看這隻哈勒衛 這隻哈勒衛試了四貨雜 他的雜 我記得全部都是蟲化雜 對 他全部都是蟲化雜 沒試過在香港試過 但是四貨雜 試過一貨直路雜 不如 試過一貨轉彎 不如看轉彎這一貨 他大致上四貨雜 都試得OK的 很少說 那些雜 每一隻都覺得OK 不差的 這一場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綠色山那隻哈勒衛 他經常都有速度放在前面走 這隻馬 因為他今天跑轉彎 這貨是他第二貨集 就看轉彎 外面那隻好像是平海寬星 平海寬星是跑1600那隻 這貨集時間比較慢 有一點點的 今天的初出馬呢 全部都有些速度啊 騎下去都有些走勢的哈 就是不會說 有些突然間又很生的 很差的那些 他又沒什麼的哈 這一場了 這裡仰仰仰仰仰 這次賺了慢步速 這裡他再大力一點 再騎呢 他都還有些的 雖然時間比較慢 但是他試完這貨 又試多兩貨 直路的嘛 他試這集都大致上都可以 是不是 不是我說的 每隻擺到前面走啊 每隻回來騎下去 有些反應啊 那說完這隻一定點啦 這隻馬呢 就比較麻煩一點 他就 就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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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報民是騎了那隻近來受傷的讓愛高飛 你看到地上有些變化 他一會兒沒斷騎下去 這隻馬報民試試試留著這隻馬 這隻叫一定碰藍色衣服的那隻 這隻就是了 是不是這隻 應該就是這隻 雖然說放緩過 口尾那兩個集之後 都做回正常時間 就是正常程序的 開始有 就是 不是說咄咄咄得很嚴重 這裏一會兒報民篩出去了 篩出去 這裏報民都很用力去考驗這隻馬 大大力駛下去 那裏這隻高氣派 那天差點爆了 十幾倍 真是可憐 就是做了一招 打算加個眼罩就搏殺了 這裏騎下去都很有反應 這隻一定可以 始終地是有變化的 看看正常地 起碼看到他騎下去都會有反應 就算你不要說他這一課 之前那些集大致上都是不差的 這隻一定行 好啦 那不如直接說到 說完其他馬先 這隻鑽石星空 第一場就 內欄有點失敗 第二場出閘就有問題 追得很厲害 上次的慢步速就贏馬 那今天就加了他七磅 但是檔位就好了 田雞是繼續騎的 三場都跑得好 不過這隻鑽石 一場就受阻 一場就漏閘 一場跪在這裏 一場就 上場就賺慢步速 好啦 讓我去高飛 那前一陣子呢 就長一場都追得厲害 其實他加了一個眼罩 他大致上在四班跑1200 全部都追得厲害 但是這一場跑到吐血之後呢 上場在谷草也是沒什麼走勢的 就是吐血之後連續 一場吐血 一場吐血之後都沒什麼走勢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布民今天又騎這隻 讓我去高飛 是啊 看看他的健康跑不跑得回 好啦 那三四五六 三四五那些不用說了 那六呢 上一場其實之前他試的閘都不差的 這隻鑫先生 上次撿過九檔 今天撿過十二檔 不過上次那場馬力 可以當他完全沒有跑過的 沿途在三碟回來 繞過框回來 不輸就有鬼了 就是你當他出去熱一場身 不過今天又撿了十二檔 一定行就說了 好啦 上次和大家中了四重彩的呢 就是分這隻輝煌精英了 這隻馬其實呢 這文都說過了 他沒有一場跑得差的 只不過這場放快了 這場也放快了一點點回來呢 就輸給那些鑽石星空啊 什麼安康萬里啊 是不是 快點啦 那個網易 安康萬里 鑽石星空 那天我都說千杯敬點進步了 他都贏了 所以呢 上次就可以和鑽石星空一起賺萬步速 就彈掉了那些對手的 那天啊 千叮萬足就跟你們說 開心寶寶不是最快的馬來的 出閘不快的 那上次就分他啦 那今天呢 仍然都有個 就是那個檔位都叫做OK啦 五檔轉八檔 他都是表現都是長長都穩定的 好啦 其實這隻好精神呢 上次呢 跑千四米呢 回來輸五個馬位呢 其實他都沿途走外跌的 兜蝕了很多腳情的 他千四都適合跑的 不過不知道他為什麼縮回來千二啦 但是他千二都試過得過的 都是輸給喝杯的而已 下次再跑千二呢 都是輸了一個檔位而已 那今天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加了個眼罩 不過很可惜呢 又撿了個十一檔啦 就是要講講一些祭語啦 就是好精神啦 好啦 那就講一隻馬特風啦 這隻馬特風呢 就自從做個 基建受了傷啊 做了手術呢 真的長長都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那又沒什麼再試大閘各樣東西呢 就看看他怎麼可以變身 就是看他試閘啊 出賽啊 都沒什麼特別的 好啦 就像金大蕭啦 這隻馬就由新馬到現在 阿黎文都沒什麼說過的 季初和大家看過一課閘 潘頓騎下去 不知道為什麼大熱門呢 那隻馬都沒有反應的嘛 那隻馬 熱門那場也沒有飛的 那這一場他跑第四呢 純粹在一條萊蘭那裏啊 跟著有隻 阿潘頓那隻手軟啊 那他就跑了第四咯 但是他都叫做呢 就撿很多個內蕩就會好些咯 但是今天他又撿了個外蕩啦 那一隻獎金大笑啊 好啦 那講一句連連勝利啦 這隻馬呢 我自己覺得他直路的威脅比較大一點的 另外呢 1200米呢 就要有些檔位 和沒什麼快馬呢 給他自己一隻走就最好的 那今天有個檔位呢 四檔都能幫到他的 不過看上去這場馬呢 會不會有單騎領放的機會啦 那麼輕磅 還有啊 他也有試了貨閘的 看上去吧 忘記了啦 他試這貨閘呢 他也有一點點 再騎上來也會有些反應的 對了 那連連勝利就這隻啦 哎 真是忘記了 沒辦法啦 那些 那些感冒菌真是很厲害的 現在頭髮反腥的 就是盡量不想影響到那些馬迷路有度馬啦 就是大家聽慣這文的 呃 看閘啊各樣東西都希望 呃 盡量就不要 就是可以做得到就不要停啦 那這裏被那些馬過了呢 他一會兒再撿上來呢 他都還有反應的啊 就是連連勝利啊 那這裏的馬都過了去了 他就在這裏再騎下去呢 他也會再有些反應的啊 這隻連連勝利啊 看看有沒有單騎領放的機會啊 今天啊 這四檔應該是幫到他 應該啊 好啦那講完這裏了 那講看片啦 那一條片都看完兩隻先啦 那其實就不要看他上一場啦 上一場雖然說贏了都掉了啦 其實這些步速 大了在那兩個位 那其他馬追不到你很合理的 看回前一場啦 即是怎樣出閘有問題之後 追得那麼厲害啊 輝煌精英怎麼放快回來 最最後才沒有了那個play啊 那這裏就轉石星空啦 那外面這裏就輝煌精英啦 那其實那些什麼千杯敬典 這場都進步了很多 那昨天都保中了 昨天還是前天啊 我忘記錯了 那那些安康萬里都是 長長表現都很穩定的馬里 那千杯敬典啊 輝煌精英啊 前面海南堡啊 那這裏升空萬里 還要在安康萬里後面再繞出來 那那安康萬里啊 就在這裏開始比下去啦 那那升空萬里就這裏就開始追啦 那輝煌精英就過海南堡啦 那那千杯敬典啊 那那千杯敬典啊 真的事襲進步了 就再進步了啦 那這裏輝煌精英 那這裏輝煌精英才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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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下一次他們可以包到這裏輝煌 那因為絕術星空又沒有出閘問題啦 那都要這兩隻啦 那第三第四都沒有什麼可以看的了 那這裏輝煌精英呢 那一隻只說是閘的那些 約束一下巿閘的那些新馬啦 那上次分了鑽石那隻 那一隻叫什麼呢 那這呢 那這這叫什麼呢 第三隻 說明天天灑落 剛才Jurime 還旗落 還旗落 第四隻 搏一下哈羅威 請支持這問頻道 解買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1號 鑽石星空 8號 輝煌精英 4號 天天灑落 5號 哈羅威 請支持這問頻道 解買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希望各位贏多些